港座头条消息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在4月份推出的新手妈妈做月子到宅服务 第一位预约的新手妈妈是谁帮她将这项服务送到家里的呢 答案是市长陈菊哦 而且呢这位妈妈还获得了市长亲手帮她准备的明月礼物 陈菊也希望透过这项服务能够为准妈妈们提供贴心专业的照顾之外 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鼓誉胜率 穿着围裙坐月子服务员端着刚料理好的菜肴 准备提供新手妈妈热腾腾的膳食照顾 这一个服务的话就是说我想吃什么的话 那我可以请服务员妈给我买我想吃的东西这样 那在家里我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新手妈妈坐月子到宅服务 4月起正式起跑 由辅英科技大学及正修科技大学幼儿保育系 培训专专业的服务员 在完成受训后提供到宅新生儿的照顾 产部基本生活照顾 膳食烹调家务管理等 让新手妈妈体会无为不至的照顾 对女性来讲做业者是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她一个健康的疗养等等 很多我们从事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的很多的妈妈 她们本身也有这样的经验 那更有同意心来照顾新手妈妈 高雄市长成局再度拜访第一位欲为到宅服务的新手妈妈 她表示是否考虑现在都会家庭生活形态 首推坐月子到宅服务 提供贴心专业客制化服务 同时创造就业机会鼓励生育 而这样的贴心服务更是全国首创 让这些妈妈来服务新手妈妈 这样把他们经验传承 这都很好 现在很多都是小家庭 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来协助 公公伯伯没有办法来协助 那我们通过我们坐月子的这些培训的保姆 可以提供最有效跟最及时 高雄市提供第一胎生育津贴现金6000元 获选择服务员坐月子到宅服务免费48小时 市价达12000元 目前第一批捷训人员共74名 其中保姆护理相关背景占3成以上 希望未来透过坐月子到宅服务每一盒平台 将可提供更多就业及服务机会 港都新闻张婷 彭冠英报道 这项市府首创的坐月子到宅服务 对二度就业或者是想兼顾家庭的妇女来说 是一大的福音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具体个案 她是原本从事餐饮业的吴小姐 工作时间很长 休假又少 所以根本是没有时间陪伴小孩成长 而在参加社会局的坐月子服务员的培训班之后 现在她周一到周五每天工作4个小时 时薪高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 早 早 担任坐月子服务员的吴思玄准时早上八点来郭小姐家 开始一天四小时的倒宅服务 思玄先将午晚餐的饭菜准备好 接着打扫环境 工作性质虽然像管家 但220元的时薪和弹性上班时速更令人羡煞 出生 要请同事帮我拍的 本身拥有一名幼女的思玄原本从事餐饮业 为了有更多时间参与小孩的成长 她报名社会局坐月子服务员培训班 如果你是一般上班族来说的话 你可能六日需要排班或者是公司 可能需要你加班 比较没有这个弹性可以休假 他们觉得说刚好符合我的兴趣 说我平常也很喜欢煮东西给家人吃 然后就会看着家人吃自己煮的菜 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吃 我坐月子然后就好像多认识一个朋友 像朋友这样在协助我 那我坐月子也很开心 你今天吃饭的话 好 好 谢谢 道府坐月子简单居家整理 和新手妈妈聊聊天 思玄觉得一周上班五天 周休二日还能交朋友 互相交换育婴心得 更重要的是有更多时间 留给最亲爱的家人 港都新闻张天涵 彭冠英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